大家好!欢迎来到MKR新闻频道!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! 谭松韵,徐凯被报领衔,胡冰青惊喜加盟你比星光美丽启动! 谭松韵可以算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,他长相甜美,演技精湛,没有绯闻,观众远好,给很多观众带来了愉悦的视觉享受! 就连跟谭松韵合作过的男演员,也都纷纷夸赞谭松韵人美戏好,比如王凯,白敬廷,吴磊,刘浩然,张新成,牛俊风,钟翰良等等。 谭松韵能够被以往合作过的男演员认可,这足以证明他的实力。 今年,谭松韵更是凭借着《向风而行》中的承销一角,再次让很多观众眼前一亮。 因此,很多观众都很期待谭松韵能带来更好的作品。 最近,谭松韵终于迎来了一个好消息,那便是年后即将进组《你比星光美丽》。 谭松韵,徐凯被报领衔,胡冰青惊喜加盟《你比星光美丽》启动。 对于谭松韵的颜值和演技,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。 截至目前,谭松韵带来的佳作有《最好的我们狐狸的夏天》。 锦衣之下锦心思与一家人为名亲爱的麻洋街等等。 这次,谭松韵以女主的身份,加盟都市情感剧《你比星光美丽》,肯定会带给观众很多惊喜。 而《你比星光美丽》的男主,网传已定徐凯。 徐凯是当下娱乐圈炙手可热的人气小生,他凭借着《沿袭攻略》、《招摇烈火军校》从前有作《剑灵山》、《迷航昆仑虚爱的二八定律》等作品中的不俗表现,得到了观众的高度认可。 这次,许凯以男主的身份加盟《你比星光美丽》与谭松韵强强联手,肯定会为该剧提供很多有趣的看点。 至于番位问题,谭松韵和徐凯都比较佛系,两人决定以平番的方式,来共同出演《你比星光美丽》这部作品。 不得不说,谭松韵和徐凯都是以作品为主的好演员,对于他们而言,番位只是其次,把作品共同演绎好才是王道。 《你比星光美丽》除了有谭松韵,徐凯这两位实力派演员加盟外,网传该剧还邀请到了胡冰青。 众所周知,胡冰青和谭松韵在《旋风少女》中就有过默契合作。 这次,胡冰青和谭松韵二搭,肯定会让很多观众梦回旋风少女。 再加上胡冰青的演技也很给力,两位美女联手,肯定会大大提升《你比星光美丽》这部作品的质感。 今年,胡冰青更是凭借着《去有风的地方》中的娜娜一角,再次圈粉。 这次,胡冰青加盟《你比星光美丽》,肯定会大大提升该剧的热度。 目前《你比星光美丽》已经进入筹备阶段,将于今年年底开机。 让我们一起期待谭松韵、徐凯、胡冰青这三位演员的精彩表现吧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